运动常会造成心跳加快 到底心跳多少才是正常 有国外研究指出 每分钟60下是健康的心跳 小于60下为心跳过慢 70到89下平均减瘦三年六个月 每分钟90到99下大约减瘦八年 若每分钟超过100下 平均寿命恐怕减少13年 不常运动的肥胖的这一种 因为你心脏的压力 其实受到很大的压力 它必须要供给更多的血液循环 所以在心脏收缩不增加的情况下 它必须要增加那心跳 打到这个所谓每分钟打出去的血液循环 是足够的 所以为什么心跳快的 心脏会比较差 寿命就会比较短 医师表示心跳快慢 可以反映身体健康状况 一旦有压力或过劳 都会影响心跳 当你心跳越快 那对于有一些心脏的负荷 可能就越大 会增加一些心血管事件 甚至有一些 甚至包括脑血管事件 也会增加 或是你工作上的压力 或是你常常处于过劳的阶段 这时候你的身体 为了要保持一个一定的 亢奋的程度的话 会所谓刺激你的胶软神经 分泌所谓的压力性荷尔蒙 那更有精神的时候 它同时会刺激我们的心脏 心脏跳快 当心跳过快 过慢或不规则 都成为心率不整 以时建议要避免烟酒 浓茶或咖啡 以免咖啡因造成心跳加速 而养成每日运动的习惯 也可增强心机功能 大约新闻蔡萍简缘集 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